現在我要把前兩個練習組合在一起 一個是左手的畫圈 畫圈的範圍你可以自己決定 以你順手為主 以及右手這個反過來的C型的路徑 那這個路徑的長度範圍要多大 也是以每個人的習慣來決定 好 先來一次喔 從看左手的位置開始 右手的位置 把兩手的動作加在一起 加入牌子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3 2 3 4 1 2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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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 3 4 1 5 5 5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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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6 6 7 6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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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 7 7 7 8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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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 8 8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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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 8 9 8 8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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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 8